北京《遇上西雅图3》将拍,汤唯原班人马回归,吴秀波被他顶替。 由汤唯,吴秀波主演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从开播之际就大受好评,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收获颇丰,也是吴秀波的成名作之一。 汤唯和吴秀波的已经成为西雅图的代名词。 在很多观众心中定型了,就像胡歌的《仙剑奇侠》转,《孙力甄嬛》转没有人可以代替。 前面两部《北京遇上西雅图》都是由汤唯和吴秀波主演,第三部剧名暂定《北京遇上西雅图》之吹哨人。 编剧剧本已写好,原定在今年上半年开拍,但是临开拍之际,男主吴秀波却传出霸眼的消息,目前原因不详,但是这让制片方骑虎难下。 没有吴秀波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会有人接受吗? 据悉,剧组人员早已包击到澳洲展开前制作业,吴秀波是在正式开拍前临时不想再接演西雅图系列,没有跟着剧组一起到澳洲取景拍摄,导致整队人马在澳洲空等,安乐电影公司老板江志强只好再把剧组接回并暂时解散。 而在拍摄第二部《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时,就有传闻两个人在片场因为剧本有多次冲突。 如果吴秀波不出演的话很难找出一个合适的演员,毕竟吴秀波在前两部的时候已经树立下了经典的形象,也成为了观众们心目中不可取代的男主角。 据了解,目前剧组正在联系大头雷佳音。 雷佳音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吧,我的前半生终饰演出轨的陈俊生,和平饭店的王大鼎。 如果是雷佳音出演的话,观众应该能够接受,雷佳音那张人畜无害的大脸,莫名的觉得很合适。 第三部的剧情梗概,马克是一位在海外工作的中国员工,一次意外事故让他发现公司正在推广销售的新型技术背后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 为了寻找真相,马克开始调查公司背后的层层黑幕。 至于吴秀波为何临时不言,是否有回旋的余地,目前他的经纪公司也尚未说明。 目前雷佳音在内地的也算是人气比较高的,加上过硬的演技加上搞笑的风格,相信由他来替代播出的位置的话,大家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意见的吧。